下面也带您看到今天的湾区新闻解讯 市场调查公司WealthX发表的最新统计报告显示 2017年全球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达到2754人 有史以来最多 在这个富豪榜中 湾区总共占了74人 在全球的大都汇区中名列第三 仅次于纽约的103人和香港的93人 湾区的富豪多数来自科技行业 而其他地区的富豪则更多来自金融或银行业 最近完工的Salesforce大楼已经成为旧金山的最新地标 大楼管理方宣布将从下周二开始 每晚在7楼顶为市民带来一场绚丽的灯光秀 Salesforce大楼共有61层高970英尺 目前是旧金山最高的建筑 灯光秀设计师用了11000个LED灯 在其最上面的六层楼外围组成五彩缤纷的图案 以此照亮旧金山夜空的天际线 据称20英里外都可以看见 周五湾区海洋哺乳动物中心证实 在东湾奥克兰港杰克伦敦广场一座桥下 发现一头鲸鱼死尸 当地居民表示不清楚鲸鱼死尸何时出现在桥下 估计其长度约有30英尺 海洋哺乳动物中心计划将鲸鱼尸体拖到天师岛周立公园 以便进行尸体解剖调查死亡原因 这是旧金山湾今年发现的第四头死亡鲸鱼 致死原因主要为传播撞击引发的伤口感染 鱼网缠绕或营养不良 新唐人记者余伟综合报道